你学习繁高 你怎么可能有繁高的感觉呢 不可能的 但是有全世界 有无数的人在用繁高的技法 所以这是一个很尴尬的 好笑的事情 荒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届TSA现代美术三年展 采访了策展人范忠明先生 TSA是日本的艺术学校 这个学校的名字叫 东京艺术专科学校 那么它的英文名叫 Tokyo School of Art 那么用这个 它的英文的缩写就是TSA 然后这次展览 我们沿用了这个名字 但是提升了这个名字的含义 我们把这个名字叫做 Today Situation of Art 那么就是艺术的现状 那么意思是让这个 TSA以外的 就是毕业于TSA 或者TSA做工作的 这个范围以外的 艺术家能够参加这个展览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 那您说这个 Today Situation of Art 您认为就是 艺术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现在 艺术的现状就像这个 现在展览呈现的一样 是一个没有框子的 一个很自由的 我相信 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 那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在上海举办这个TSA呢 在上海 一个呢 这个 上海嘛 是现在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一个最时尚的城市 在世界上 国际上来说 听到上海都觉得是 非常新的 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 再说呢 现在的上海艺术 非常繁荣 正好呢 大多数的留学生 去这个学校 留学的学生 都是上海 所以呢 在上海 正好有这个场地啊 所以办这个展览 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关于艺术之方面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认为 现在技法更重要 还是感觉更重要 什么 您认为现在就是 创造艺术 技法更重要 还是感觉更重要 哦 技法和感觉 对 应该这两个啊 不是矛盾的 感觉呢 体现在技法上面 那么 技法呢 表现感觉 但是呢 问题是 很多很多的 大量的艺术 是错位的 就是说 他的感觉 没有找到 合适的技法 比如说 A艺术家的感觉 却用了 B艺术家的技法 应该 A艺术家 他在今天的感觉 要用 A艺术家 今天的技法 来表达 这比较绝对的说 也就是说 这个技法 如果 沿用他人的技法 来表达自己的感觉 是可以表达的 但是是表达不全的 不彻底的 也就是最理想的 是每一种感觉 都有一个 适合这个感觉的技法 来表达 这最理想了 当然是 是不能实现的 这是理想嘛 但是您相信 就是每一种 它必定都会有 应该 向这个方面努力 去寻找 适合你感觉的 表达技法 而不是 去 为了表达技法 去改变你的感觉 或者 你根本没有这种感觉 去 去为了 你崇拜某一个人的技法 而去 自己 对自己暗示 自己有这种感觉 这不可能的 这是荒诞的 你学习反高 你怎么可能有 反高的感觉呢 不可能的 但是有 全世界 有 无数的人 在用反高的技法 所以这是一个 很尴尬的 好笑的事情 荒诞的 那你认为 创新就是好的吗 不是好 而是说 创新也不是 没有创新 而是说 在你要 寻找一个 最适合表达你 感觉的 方法 这个方法 可以是很多的综合 也可以是你创造 总而言之 沿用其他人的方法 是不可能 完全来表达 你自己的感觉一样 就像你 不可能像某一个 完全像一个某一个 另外一个人一样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关于杜高四倍电视的 有关内容 请务必关注我们的官网 3w.dukscopy.tv 或直接下载我们的app 杜高四倍电视 好 感谢收看杜高四倍电视 我是王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